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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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猪标的或者猪杀的或者鼠红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比如说 照了猪标以后就浅在地方 加几个点也可以 但这个点不能太多 要太多的好像又成了麻子了 又不太好看了 所以适当的 有的叶子是突出的地方点 多数的叶子就不点 这样一种方法 其实第一种是分染照染方法 第二种呢 我给大家献到一个平图 比如这个叶子啊 整个平图的啊 猪标 猪杀呢也一样啊 在平图猪杀的时候呢 叫要浅一点的猪杀啊 有的猪杀颜色 真猪杀啊 比较深的呢 在分染呢 不太容易染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 我们一般猪杀里边也有比较亮一点的啊 有深一点的啊 为了比较好看效果 我这个呢 就用这个猪标了啊 猪标的啊 猪标的浅一点 在照 在这个平图的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想追随了变化 也可以啊 那么平图的时候我 接黄啊 就不不完全是平图一个 猪杀 猪标的色啊 这就是等干啊 这次呢 等于是啊 平图底子 等干了以后 我们再分染啊 这也是一种办法 现在干了以后啊 我用属红 分染啊 跟那个分染方法是一样的 啊 猪标颜色呢 比较浅 我们就可以这样染 如果是真的猪杀 那就比较麻烦 猪杀啊 比较厚啊 在猪上面沾一层 胶盘啊 胶盘水 就把 胶啊 骨胶泡好的胶水 和明反水啊 调在一起啊 在烟子上笼罩一层啊 起什么呢 固定作用啊 固定了以后 你再染的时候呢 像是猪杀呢 就不会跟着轰起来啊 这种方法 啊 这种方法也可以加红斑啊 因为秋天的以后 这个 这个书页的 它就上了很多啊 这种小的斑 一般我点的时候呢 总是 别人这俩点点一个 这点两个 哎 不要都一样啊 不要一边一个 得衬啊 下边这个叶子呢 下边接染了 那么这次呢啊 我就把根底这部分给它分一分啊 分染一下 範围稍微小一点 範围稍微小一点 这要脱 穿脱上边的那个叶子啊 如果水分合适呢 它自己硬开也很好看啊 如果它已经干了啊 那么我们要用这个笔液块帮它 帮助它啊 周围稍微把它晕开一点 就是跟底的黄的面积啊 可以相呼应啊 多一点少一点这样 这个这个下边 红叶的颜色变化 非常多啊 从绿变黄啊 从黄变橘黄 从黄变橘竖橘虎 olmasas 再变的变成啊 蜀红 甚至胭纸的颜色啊 那么最近我画的红叶 常常就用那个 重彩的充色 或者叫重彩的这个戒染 这个进的方法呢 也并不对并不难 就是我们呢 最好能够做到心有生竹 就是有深浅的变化 又有浓淡的变化 又有层次的变化 就是事先呢 做好一个准备 如果先打个底子也可以 用淡材打个底子也可以 不搭淡材打底子 在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这种 就浓淡变化 身体的变化 这种层次的关系 小伙大家请看 我这个准备 有这样一些重彩颜料 是吧 比如这个是比较深的珠沙 珠沙 这是比较浅的珠沙 这是呢 介于之前的一种橘红 这就是石黄 是雄精的颜色 这是石黄的颜色 我们把它加胶调好以后 一直从这儿活到石绿 这个 比如说这个石黄 调焦的时候呢 就用 用这个胶水 先化好了这个胶水 我们这个手指 粘好以后 用这个中指盐 用二指呢 蘸这个胶水 做在中指上 逐渐的研磨下去 用这个胶水 把这个颜色 都得调在一起 这个 为什么不能一下 浇很多水呢 水加多了以后啊 这颜色就浮在胶上 不跟胶调好 再一点 这面 它很 有的很轻 它飘起来 用这个中指 用二指 攒了以后 滴在中指上 顺着中指的支架上 它流下去 先一点点点的 就像我们 和芝麻酱一样的 一点点加水 先把它 这面啊 都把它粘起来 粘成一个妥妥 我们就按这个办法 把黄 这个 橘黄 这个 朱砂 啊 我们把它 都把它研磨起来 啊 腌好以后呢 用它来戒染 啊 好 现在呢 我把盐子调好了啊 那么这里边最深的 鼠红 啊 朱砂 这是 珠标 啊 这是橘黄 啊 是雄精的颜色 差不多啊 雄精 这是呢 黄 正黄 啊 石黄颜色 这是偏一点绿啊 这是绿颜色 那么油绿变要变红啊 开始 从绿 逐渐变黄 变成橘黄 变成珠红 那么有时候呢 还可以刻一点那个 褶石 啊 有时候盐在那里头 要胶折啊 再调一点 可以啊 这个变成猪砂 啊 变成猪标猪砂 可以把它盐在再调一下啊 这样 这样 是越来越深 啊 那么多几只笔了啊 就每只笔呢 蘸一个颜色啊 你不是猪砂 就蘸猪砂颜色 啊 这个 黄的 啊 就展黄颜色 啊 橘黄的 展橘黄颜色 啊 啊 猪标 啊 展猪标颜色 树红 展树红的颜色 我们先 画一个 冲色啊 冲色的呢 这个一般颜色要先用浅一点 啊 基本呢 是 这黄啊 黄红的颜色 开头啊 比如说画哪个叶子啊 比如想画这个叶子 你先摆它呢 加点水 啊 加水 然后准备比如说啊 就放个格里边啊 冲颜色 冲颜色 冲颜色呢 先啊 放比如说 比较淡一点的啊 淡彩的啊 竹标啊 啊 天满啊 看屋里边空气啊 是不是潮湿 如果在南方呢 很潮啊 它不快干 北方呢 干得快 水就可以多一点 啊 发这种颜色的时候啊 要用啊 像胭脂啊 或者是 这个深的啊 鼠红加墨 啊 鼠红啊 加一点墨 啊 在里边呢 你也把它啊 在边缘 边缘上这个地方啊 重的地方 或像它花筋的地方啊 花鸡笔啊 这就是将来要是深的啊 深的鼠红 或深胭脂加墨啊 然后啊 把颜色冲进去啊 也可以从外外里冲 你比如说 我想边上啊 黄一点 啊 你把颜色比较多啊 比较浓啊 冲进去啊 就这样撒进去 靠边嘛 黄一点 然后啊 靠中间的啊 靠里一点 冲进去 今天这个叶子小 比较大了啊 是适合花大的 大花 嗯 现在这个猪纱啊 猪纱 冲进去 嗯 这个水分很多 它沿着互相冲击 啊 出现这额里啊 这个叶子先不管它啊 现在等它干 现在水很多啊 它干了以后啊 自己啊 会呈现啊 把水吸一吸稍微啊 它就就是有些 颜色叶儿出来了 这就是 冲啊 还有一种呢 就直接用颜色来接 啊 接的时候呢 那么比如说啊 啊这个叶子 我这个地方是啊 属红啊 最深的点子啊 属红 然后呢 比如接猪纱 再接猪标 再接啊 雄精啊 橘黄颜色 再接石黄 还有一点绿 像彩虹一样的 沿着过渡很多 是不是 这很漂亮吗 啊 这个时候啊 还是可以啊 像折磨呀 啊 或者是 嗯 深的猪纱呀 啊 那边 点下点子 啊 如果它自然 自然的 印象很好看 就不管它了 如果不好看的地方 什么地方 给它再啊 轰一轰 啊 再再 染一染啊 怎么 有点把这连起来 形成一些斑 啊 这地方 啊 就不管它了 啊 很自然 我再接这半了 因为这个上下叶子 多注意深浅 这个地方呢 深深多那个浅的 啊 甚至你加一点胭脂 啊 深浅 然后 猪纱 猪纱 猪标 然后猪标 它沿着不是横着一段一段的啊 它是这样防射性的啊 半圆半圆的发展的 然后啊 极黄啊 就吃黄 然后 吃黄 有一点绿尖 这种接呢 如果水温很匀 它咱就接起来了 如果比较干啊 也可以用水笔啊 帮忙 就水笔水分呢 不要多 比较干的水笔啊 比较干啊 把它 扫一扫啊 多一会儿吸一吸啊 好 我在这边接啊 这边大家看 比较清楚 反正接啊 比如先上绿 再上黄 再上橘黄 然后呢 开始